比起来的话 Excel已经都帮你产生 而且看得到 但是呢 Python 的串列 是没有产生 你要自己产生 而且你要自己把资料放进去 而且都看不到了 所以这点感觉会相对的比较没有安全感 看得到当然有 所以后面我们的练习 我如果要输入一个成绩 那在Excel 里面你就输入什么 随便输入一个成绩Enter 然后再输入第二个成绩Enter 第三个成绩Enter 然后最后再去做平均加总 这个都很简单 可是在Python 里面怎么做 接下来就必须用串列去把它完成 所以我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范例 输入成绩的练习 成绩相对又比较多 那这个成绩的话第一个 我把它弄起来了 那一样逻辑 请输入学生成绩 一样就跟刚刚一样 输入一个成绩 输入两个成绩 输入三个成绩 比如说我就输入了 但输入之后你要有地方放 放哪里 特别注意 一定是放串列 你不可能放变数 而且你也不要输入几个 你不可能一直在产生变数 所以基本上的话这些东西 都会放在串列 那如果说我今天这个程式逻输入 他就帮我把它放到串列里面去 那最后的话当我输入负一的时候 所以有个break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写一个 画有衣帽也可以 然后怎么样 如果当他不是负一的话 那我就把它输入值 加到串列里面去 但是如果输入负一的话 你就break掉 break掉之后呢 请你帮我算出什么 算出我输入这几个成绩 几个人的成绩 当然有可能五个有可能六个 可能更多更少 那请你帮我算平均算总分 就这样而已 ok enter一下 你会发现 我希望看到的结果下面一个报表 总共有几位学生 最后一个清单 四个 所以你要算出四个 第二个的话呢 他的总成绩多少 总成绩 那你就是必须怎么样 把那个总成绩加起来 那总成绩加的方式 当然有几种 不外乎就是把回圈跑一遍 有没有 然后把它加累加 另外要不就是说 因为在python里面 也有一个叫sum的函数 你也可以用sum 直接把串列丢给他 就有点像eSale 串列丢给他 他就帮你怎么样 把那个结果算出 平均的话 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eSale里面有average 不过呢 python没有average 那怎么办 没办法总分除以呢 几个学生不就好了 ok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就是用formator 有没有 我前面讲的 formator里面的话 大瓜虎里面 冒号.2f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应该有印象 如果忘记的话 请各位回头看 另外最高分 最高分有个函数叫max 最低分就是mini 那你就可以得到结果 底下这些就是我们后续子 所以上面部分是输入 下面是做统计 ok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逻辑 其实呢首先第一个 我如果要产生一个空的一个串列的话 特别注意哦 以后如果你要放资料 我刚刚有提过啦 在eSale里面 非常简单 已经帮你产生了 你不用特别还要去开一个空栏 对他已经有了 你就直接填就好了 但是python不一样 你要放资料 请你先开一个空的串列吧 那怎么开空串列 很简单嘛 就一个scope 等于空的 这一行意思就是说 他帮你产生一个栏 大概是这样的 ok 那底下的话有几个变数嘛 像toto toto就是加总 inscope的话呢 就是你输入的成绩是多少 然后呢 底下我就有一个file回圈 如果file回圈 我这边是没有用一个file一帽号啦 反正我一样可以做罗纪法 如果inscope不等于-1的时候 不等于-1就是说 他输入的成绩不是-1的话 那我就继续在到里面 让他append 就是让他去什么 去输入资料 请输入成绩 那我用eValue好了 也可能有小数点 那所以我就用eValue 把它转换 所以我第一次 假设我输入是98 那当然也是98的字串 转换作品98放 这个inscope里面 最关键的地方来咯 如果你产生一个inscope 你要把成绩放进去的话 特别注意哦 最关键的地方 它会有一个file 特别说 inscope里面会有append 这个最关键 如果你要把成绩放进去的话 你就怎么样呢 把那个 你输入这个成绩怎么样 放到里面 ok 这样的话就输入进来 98放进去 这个感觉有点像这边 98 然后再什么 65 再84 再87 最后-1 ok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结果给 给这个输入到那个串列里 当然如果你说你要把 我们底下先不要输入结果 假设我已经输入完之后 我先把这个最后print了出来 你可以看print了 然后把什么 把scopeprint了出来的话 它会长什么样子 你们可以试试看 把它实行一下 比如说输入成绩嘛 那刚刚这个地方一样 把它输入 98 enter 它会放在 go里面的第0个哦 ok 它一定从0开始哦 然后87 那我就输入3个就好 最后按-1哦 我们把它print了出来看一下 enter 那各位可以看到哦 如果这样写的话 它print了出来的结果 就是什么 98就放0 87放1 86放2 诶 多一个什么-1 所以你会发现哦 会多一个-1 当然哦 这个地方可以改进 应该理论上不要把-1放进去吧 不过我们可以改版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已经知道说 把资料放进去之后 接下来的话我们要统计 怎么统计呢 底下的话就很简单的 就是呢 我再把里面的东西 如果要做输出哦 基本上呢 就底下这些 第一个呢 哎 共有几个学生 那我这个地方 特别是哦 我就L1 N 特别是用L1 N就可以算出 里面有几个 所以几个的话呢 基本上哦 如果我输入1234 这边看起来有四个 可是实际上要扣掉最后一个 所以我这边有减1哦 主要是因为呢 我要把什么负1这个拿掉 所以把它怎么样 等于哦 加一个sum也可以打 sum括弧有没有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sum哦 你就把这个串列放到里面 就OK了 不过哦 可能最后还要做多做一件事 对 没错 加1 为什么要加1呢 因为里面有个负1 感觉好像这个放进去真的是大错特错 所以怎么办哦 哎 把它拿掉 你这一题也许你就把它拿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这样写OK哦 然后再来的话计算平均 平均就是total除以总共几个 哎这边又要减1 要把它减掉 所以很麻烦 啊取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呢 就是 本班成绩几分 平均几分 我这边是用d啦 或者其实你这边不用冒号d也可以 就是直接中瓜尾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一样要冒号.2f 这个前面讲过 后面加个点formator 把total跟average放进来 他就帮我格式化了 啊最后呢 最高分最低分 OK 就完成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啦 就是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加一个空的串列 并且把它append了进来 啊另外各位可以想想看 哎如果我不要这个负1 这个很讨厌 怎么办 想想看 来画面试一下 我刚刚都没有切